哈囉大家好我是二號 那我本部影片是光鼠星的推薦名端 今年算是比較尷尬 強的角色除了貓娘是今年推出的 還有個引爆到不行的妖怪少女也是今年 剩下的都出一陣子了 所以大家抽光鼠的意願其實沒有很高 不過周年獸神 大家護身很高的索羅門也沒有獸神 倒是莉拉又插隊了 所以大家跳槽到光鼠的意願又更低了 那我們配合差不多說開始講吧 第一隻是聖德芬 高難泛用三反 反傳反間反專 SS是兩倍自強化 由於有超SS短縮 那個迴轉率是真的超級快的 友情部分在三十玉也是非常強 可以用尿的尿死光轟那一版 反射衝擊波輕暗轟版也是非常輕鬆 簡單來說就是三十玉的周回專武 如果你超老又是多帳宅的話 可以考慮平平看 因為你只要其中有個帳號中到聖德芬 你周圍三十玉就超舒服了 施陣啦 禁忌舞 二十 三十 三十一X 尾開二十五 蘇庫超暴絕 第二位光鼠推薦角色是歐娘果蓬 今年推出的新超抽獻 有雙形態 兩個都是走直歐形態 各自都有自己的專長 天空神形態為之前三十玉的最佳界 之城聖德芬受傷後地位有被打壓 但還是很棒的角色 畢竟加速有勤 屬殺真的不怕沒場 標槍啦 也能有效勤暗轟版的小怪 加速也能讓周圍三十玉的穩靈性更高 那擊倒敵人燈燈加攻SS 偶爾也會撿到一些場 像之前的試玩影就有人靠歐娘王一出關 試陣有禁忌五、三十、三十一X阿賴耶 救世的形態為三代暗轟專武 有他賣齊的難度自動下降 弱點關通衝擊波在弱點小怪的關是非常好用的 超強血竹脈衝也算是強友情 自身超速度型與超少雷 搭配弱點殺手刷起來非常強 8加8的自強化弱點特攻也很強 試陣有三代暗轟禁忌八逼十九玉 尾開七、二十 第三隻角色是辯才天,算是出一陣子囉 然後玩彈珠有一段時間都知道辯你好厲害 神辯有反專、反魔、自身還在暗殺跟反擊殺 8加8的四反SS讓他早期橫行許多關卡 雖然最近因為減速幣的盛行比較少看到 但主要暗數關卡沒有塞減速幣 都能偷渡幾隻神辯才天去打 試陣有經濟四、五、十A、十B、二十 靜辯就是泛用型態 反中反傳一直都是歷久不摔的常見陷阱 靜辯主要是友情技成二的加速 輔助性值非常高 新手抽到也不錯用 試陣有經濟十九、未開九、十、十一、十六 然後是妖怪少女跟王昭君 王昭君我會放進去主要是因為她是 雖然台版出了一陣子 但她是今年才回流到日版的 然後莉拉是今年獸神插隊王 基體非常的豪華 除了反檢基本上所有星都對到了 8加8的四反SS加回血真的很強 雖然是炮擊型 但拿到的友情放到2021老實說是不合格的 不過基體是真的強 可以去刷個加級 往石火角的方面去看 那宏恩的光限定 光月團、艷后、光天、光神 這幾隻也是出很久了 各自都有場 基體還不錯 只是看到的話要跟隊友溝通一下 接下來是光鼠補角的部分 光鼠補角呢 馬爾大唯一補角真理 去年的補角之光 但問題是要兩隻以上才有感覺 而且最近馬爾大其實也有點快下去了 但看到也是能選 畢竟光鼠行的砲台真的沒幾個 施政有三大暗轟、經濟15、19、20 各大虐菜關 末內是未開20最佳姐 看到也能選 李姓新手看到其實也能選 未開12專武 未開10算是新手的門生關 李姓只要開了SS 就可以不用路征刺直接殺軟軟 只要8回合就可以開出了SS 非常方便 那佳蘭是最近出的安肥爾專武 老實說在安肥爾表現真的還好 但安肥爾現在的問題是能用的角色還是很少 所以看到的話其實也能選 那像聖爛丸、劍雷命這些角色都出一陣子 基本上都是默默在牆 那麼以上就是我對光鼠性的推薦角色名單 那我對光鼠的想法就是 這一年除了貓娘沒什麼特別難抽又好用的心血加入 好用的角色其實也都是熟面孔的 索羅門跟神威其實也沒受神、受苦難改 所以選擇的人就很少 那這邊建議啦 純精手的話真的是不用碰光鼠 目前牆的光鼠角色都是偏後期來做使用的 禁止之魚未開大地 新手前面其實是碰不太透的 砲台角頂多也只有馬爾大可以選 那馬爾大也要複數隻才比較有威力 那老鼠的話呢 選光鼠的話應該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 那你們自行判斷就好了 那感謝各位觀看喔 我是二號 謝謝大家 掰掰